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神话第39集 我是神黄,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合的好坏,什么是合? 合是好还是不好?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合 就会怎么理解? 会觉得合得来 对啊,合得来百年好和和婚 觉得这个合就一定是很好 其实不是 在我们五行八字里面 这个合的意思 它是消失不起作用的意思 它把你八字哪一个五行 哪一个十神给合走了 然后看剩下来的组合 再去判断这个合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举个例子 我写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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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根一根 它这个是粉面合 可是它这一个天干 它这个户土 是直接克日主 这个是日主授克 这个八字我们叫日主授克 它是日主授克的 那如果它遇到一个 这边遇到一个鬼 它悟鬼一合 它把这个合走了 它日主就脱困了 刚才是这样子 刚才是悟土 杀回水 日主受困了 可是现在 它的日主出现了 脱困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它这个组合是火生土 除生金 它是没有日主授克的 可是如果它 大月或流年 走一个椅 椅根一合 这个根一消失的时候 它的组合就变了 火生土 克日主 它就会变成日主授克 只要乙根一合 它就会变成 火生土 克日主 它会形成日主授克 它会形成日主授克 所以这两个例子 到底盒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个盒 它不一定就是好或不好 如果你本身是不好的 它把你不好的盒走 那就是好的 如果它把你好的盒走 那就是不好的 这样子可以理解吗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按订阅分享哦 今天我很匆忙的回来拍影片 所以就不要讲太久 最近天气温度越来越下降 请各位朋友要记得注意保暖哦 我是神话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